印度市长逃避献血 临阵逃脱 揭露残酷真相 莫迪的这个生日过得很造星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要说的是 印度最近发生的一个丑闻 有的时候天堂和地狱就在一念之间 最近印度人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事情的起因是印度的一名市长 为了给印度总理莫迪庆生 就亲自参加了一场献血活动 结果搞笑的事情就来了 等到他躺下 护理人员拿着针管接近他手臂的时候 这名口口声声说要献血的印度市长 就直接吓了一跳 蹭了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还要求护理人员不要继续了 那么实际上这名印度市长 本来也没有打算献血 他只是想演一场戏拍点照片 但是应该是没有和这个护理人员沟通好 于是被人家当了针 那么在关键时刻市长就怂了 害怕一针下去就再起来 就赶紧逃跑了 那么这个事情迅速在网上发酵了 不难想象 在自己生日期间被人搞了这么一出烂活 这个莫迪的脸色想必是十分难堪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天堂和地狱就在一面之间 如果这名印度市长没有从 将错就错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获得莫迪的认可 而至于现在 他市长的位置能不能保住 都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一场简简单单的献血活动 在印度人眼里就是洪水猛兽一样呢 一方面是这个传统观念导致的 很多印度人就认为献血之后 自己会越变越虚弱 所以他们不愿意献血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本国合法来源的血液 严重不足的一个原因 在血液这方面 印度基本上是靠进口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印度虽然人口发达 但是经济欠缺 无数的罪恶在此滋生 自然也就成为了全球人体市场的一个集散地 虽然说印度这些年表面上 这个经济数据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在印度的国内 贫富差距依旧非常的大 很多人为了钱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04年的时候 印度洋发生过一场非常大的海啸 那么这场灾难夺走了20多万人的生命 千万家庭支离破碎 印度同样被无情的灾难死在粉碎 贫困者陷入绝境 无数人流离失所难以度日 一般来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的支援之下 灾民应该会很快重建家园 恢复往日的宁静 但是在印度 因为腐败的政府官僚 层层苛口的原因 导致最后这些国际社会支援的物资 真正能够到达灾民手里的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那么灾难过去了三五年 灾区人民依旧是一贫如洗 当人民变得不值钱之后 有的人就从里面看到了商机 他们就诱导灾民 自愿签署不平等的交易 哪怕一个器官换来的钱 可能仅够买一张渔网 或者是一架自行车 但是对于灾民来说 那已经足够他们的好生活了 除了人体器官之外 印度之前还被爆出过血液农场 08年的时候 在印度边境城镇哥勒克布尔 印度警方就从一个看起来 格外普通的农场里面 救出来十余名受害者 那么当时这群受害者 无一例外都躺在木板之上 骨瘦如柴 目光呆滞 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 那么手臂上是扎着针头 那么这些血液正在顺着塑料管 缓缓的流入地板上的血袋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印度市场说要现现 最后戏眼砸了 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有些事情在印度是真实发生的 那么从印度市场临阵逃脱 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测出 现在的印度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而且非常的严重 就像这么多年了 性犯罪在印度依旧非常的长距 男尊女背的问题依旧严重 那么不得不说 莫迪的这个生日 过得是非常的造型 那么关于印度的献血问题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在这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